開始 我們首先先磨豆腐 然後這是田鴨 田鴨就是讓咖啡粉更緊密 然後放水 放水的用意就是要讓咖啡精能夠降溫 第一個降溫第二個呢 能夠清潔前一杯的咖啡 咖啡渣 然後這個我是主生為濃索咖啡 就是製作拿鐵卡布的冰 對 這樣 然後你看這個是咖啡 這邊是咖啡 然後這邊是油脂 那越新鮮 表示 你要怎麼看新鮮度呢 越新鮮的油脂越厚 這樣 這樣這一杯就很明顯 這樣 可以看一下 它的油脂這麼厚 然後咖啡這樣 就表示很新鮮 非常謝謝 1 5 4 感谢观看